小董老师 日本先前想欠占钓鱼台 被报纸登出来打退堂鼓了 可是后来又怎么可以 欠占我们的钓鱼台猎语呢 关键就是清朝跟日本的 甲午战争打仗打输了 这怎么说呢 我不懂耶 清朝跟日本的甲午战争开战之后 清朝连连吃败仗 日本知道胜利在旺 野心变得更大 决定夺取台湾跟澎湖 这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南境政策 其中啊包括秘密窃占钓鱼台猎语的行动 可是这样子是不对的 嗯 甲午战争开打后五个月 日本政府就透过内阁的秘密会议 秘密批准冲绳线 在钓鱼台猎语设立国土标志 哦 也就是说日本利用甲午战争 窃占钓鱼台 没错 这一份机密文件就是1895年 日本政府核准冲绳线 窃占钓鱼台猎语的铁证 不过这个秘密决议 因为没有依据正常程序 透过日本官方公告发布 外界都不知道 日本当然也不想让大家知道 他的窃占行为了 所以啊 当时包括清朝政府也不知道 当时即使知道了 恐怕也无力挽救 啊 为什么 哦 因为甲午战争清朝吃了败仗啊 就在日本窃占钓鱼台猎语三个月之后 清朝的北洋大臣 李鸿章和日本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清朝把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呢 台湾所有附属岛屿都割让给日本 清朝也就没有办法跟日本据礼力争 要回钓鱼台猎语了 就算那时候的清朝知道 日本已经窃载了钓鱼台 所以说钓鱼台猎语是尖格列岛呢 日本却占钓鱼台以后 还把钓鱼台的名字也改了吗 尖格这个名字是从英文的 Pinnacle这个字翻译过来的 19世纪中英国人航金钓鱼台猎语的北小岛 看到北小岛形状像是教堂尖塔 所以取名为尖塔群岛 日本采用这个字直接翻译成尖格沿用至今 日本刻意隐藏尖格列岛就是钓鱼台猎语 不过啊这并没有办法改变钓鱼台猎语 是我国固有领土的事实哦 哦原来如此 所以简单的说 日本是利用甲午战争 怯占了钓鱼台猎语 又刻意把钓鱼台猎语 改名叫尖格列岛 但是这无法改变怯占的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